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雄观影 我是阿九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高分美剧《一番追踪》第四季的第十一集 上集说到小萨与宝宝全面开战 先是破坏了纽约市的治安 进而把手伸向了华尔街 身份暴露的肖不得已加入战斗 不久后纽约股市出现急剧动荡 分析家们担心大规模应急交易会给世界市场带来更大的损失 为了避免触发应急保护机制 小萨还很聪明地让股市阶段性反弹 以此来隐藏自己的行为 根妹告诉宅总 宝宝对这一天早有预计 他让技术宅们做了个应对设备 用来实时稳定市场数据 难度是他必须安装在股交所的服务器上 而这势必会被小萨的特工们阻拦 所以这个任务恐怕得团战 考虑到肖已经入了项 意外就会被认出 根妹安排他去搞定服务器室的密码 与此同时 X先生命令手下守株待兔 他料定POI一定会出现救世 那时就是一网打尽的机会 李四和豆豆的警察身份进入股交所并不难 宝宝远程破坏了那里的监控 根妹和宅总以维修人员的身份进入 四人在地下入口会合 准备到服务器室安装设备 但他们都明白 这可能是个有去无回的任务 同时肖在地铁上找到了他的目标 股交所的安保主管 拥有进入服务器室的管理员密码 他正准备过去搭讪 旁边一个背心哥突然握出了胸前的炸弹 然后靠住了坐在旁边的西装哥 威胁要与他同归欲尽 肖问根妹为啥自己这么倒霉 偷个密码都要碰上幺蛾子 三人组刚刚到达地下室 那里就陷入了黑暗 德西骂了人从各处向这里集结 根妹意识到他们已经踏入了陷阱 911之后 股交所被设计成预习可以向内封闭 防止恐怖分子进入 小萨利用这一特点将他们关在外里面 电梯和门四处打不开 几秒钟后杀手就冲了过来 四人躲进了一个休息室 外面枪林弹雨 后面没有退步 但宝宝却迟迟没有给出回应 他正在思考一个可行的逃跑方案 11年前在他出生不久后 正以惊人的速度学习进化 他主动向宅爸要求 学习一种经典的策略游戏 象棋 棋局又无限变化 但每一步都影响着下一步 因此所有选择最关键的 就是踏出去的第一步 画面回到现在 宝宝正在推演第336742种逃生方案 大家冲出门后 翟总和根妹向左跑 去服务器室安装软件 李四和豆豆又转去机械室 切断电梯的制动电碗 让他恢复使用 确保大家能逃离 说完四人开始各自弃责 左网上 翟总看到一幅德加的作品 忍不住欣赏了两秒 但几秒钟后 他就在枪战中被打坏 翟总忍不住又心疼了一秒 根妹枪法出众 所以第一波杀手并没能挡住他们 X先生通知金发女进入 封杀四人组的所有出口 所以向出口方向跑的李豆两人 很快就遭到了他们的前后夹击 这时 肖的电话打了进来 问李四如何劝说 一个穿着炸弹被新的家伙 李四说他正在被枪指着 估计三秒之内领合犯 这个问题无能为力 肖在没有情绪辅助的情况下 只好下意识也用了个弯法 直接用枪比对方脱下背心 背心哥一心求死 小直浩开了枪 然后地铁到站 拿着枪的他被防暴警察逮捕 直接击击 根妹和翟总进入服务器室 但网伯早就等在那里 二话不说给了翟总一枪 死人组团灭 此方案宣告失败 画面重新回到休息室 宝宝接着分析下面的方案 翟总用了一天时间教会他下棋 他曾提到过 女王这颗棋原本是最弱的 在15世纪西班牙 女王因为这事生了气 大臣们为了讨好他就把这颗棋 变成了最厉害的 然而一颗厉害的棋子 最大的作用并非是杀伤力 而是在关键时刻会牺牲自己 成就全局 接下来进入第50万6738种方案 李斗两人出门向左 去服务器室安装软件 逗逗表示 他连电脑都用不利索 是不是考虑下 给个低技术含量的活 根妹叫他废话少说 宝宝说的就是对的 根妹和翟总出门右转 负责去搞定电梯线路 打架速度够够够 李斗很轻松灭完门口的杀手 对打坏的名画毫无感觉 这让他们的速度比原本快了一些 根妹和翟总换了条路线 避开金发女一群人 去到机械室 由于小时候帮父亲休息车的经历 翟总对这些设备并不陌生 但他们必须有一个进入电梯警 去砍断那里的闸门把守 根妹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李斗来到服务器室门外 销的电话打了过来 问他如何劝说一个要自爆的人 李斯说我还想问你呢 开门密码拿到了没 翟说搞不定这个背心哥 全车人都得倒霉 包括那个知道密码的家伙 李斯只好给我个生硬的建议 通常对付要死的人 都是聊聊人生理想 生存意义什么的 肖只好用他为数不多的口才 尽力劝说对方 谁知背心哥一谈起自己的生活 老婆生命没钱看 西装哥又害得他破产 更加万念俱灰 恨不得立刻自爆 肖只好又开了枪 然后被捕 李斯没办法 只好暴力打开了门 网伯那群人被吸引了过来 虽然李斗的战力更强 但无奈技术值不足 比不过翟总的手速 软件安装失败 又寡不敌重 李斯把斗斗推进机房 独自对付网伯一帮人 结果连中几枪领了盒饭 跟妹虽然完成了他的任务 但电梯警外 已经被金发女的人包围 他知道在街难逃 于是给警车上的肖打了个电话 当场就开始表白 肖不知道跟妹的处境 如果有天小萨消灭了世界上所有人 就剩他们俩了 他可以考虑考虑 按照他绝对值的思维逻辑 这话可以解读为 解对你也有意思 跟妹表示很满足 然后就死在乱枪之下 方案再次宣告失败 画面重新回到休息室 李斯问这次宝宝的反应 怎么这么慢 翟总说他需要一个复杂的计算 现在开始演算 第8333333种方案 四人一起行动 全程不分开 先到服务器室安装软件 然后一起到电梯井那里逃走 这方案一听就可能团灭 豆豆不管那么多吧 好歹让哥死个痛快 二话不说 强万万跟妹 反正这是模拟的 占点便宜有啥问题 四人出门左转 搞定杀手 杀手打坏名画 宅总心疼一秒 一路冲到服务器室 接到肖的求助电话 这次接电话的是豆豆 他提到自己也曾遇到过一个要自杀的家伙 然后跟他谈人生理想 最主要的是让他觉得自己不孤单 肖赶紧问结果是什么 豆豆说他抱了自己的头 所以祝你好运 虽然豆豆不靠谱 但肖还是试着用了这个办法 他告诉贝心哥 今天股市动荡 全程一大半人都倒了煤 他可不是最惨的 此话一出 引起一片共鸣 旁边的周文哥说自己也刚破产 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黑人大姐说 他的老板都破产了 自己也要跟着失业 安保主管也跟着开了口 他的养老金可能都要泡汤了 肖趁机告诉贝心哥 看看 你不是一个人 贝心哥最终被气氛打动 主动拔下了引线 被防暴警察带走 肖叶因此跟安保主管对上了话 劝说他为救世厨一份力 结果和平地拿到了密码 四人进到服务器室 翟总用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了安装 然后快速去到机械室 路上两个美女还顺道调了个行 虽然所有的行动都比之前要快 但金发女还是在他们逃离前杀了过来 双方在走往里对峙 宝宝评估这场枪战的生还率 只有2.07% 画面转回下棋那天 宝宝用了一天时间就成为象棋大师 但翟总告诉他 其实自己不喜欢这种游戏 象棋诞生在一个忽视生命的年代 总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命比别人重要 组合王的价值不对等 所以毫无顾忌地去牺牲 但他不这么认为 他希望宝宝以后不要把人命当棋子 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牺牲 机器不能去衡量他们的价值 但在第883333种方案中 有个人必然会牺牲 宝宝锁定了这个方案 将他告诉了根妹 四人组开始行动 请注意这次不是演习 翟总看到那幅画 根妹立刻把它取下来放在了地上 说了句不客气 几秒钟后 子弹达到了那堵墙 画躲过一劫 接着 萧安计划劝服了贝心哥 拿到服务器室密码 完成了软件安装 程序很快起了作用 股市交易数据开始稳定 四人去到机械室 金发女杀盗 两人在走往里对战 四人组很快担尽粮绝 李斯为了救翟总背后中担 眼看着陷入绝境 但这时 没有被逮捕的萧赶了过来 下地铁时 他顺走了贝心哥的炸弹 爆炸为他们争取了几秒钟时间 翟总和逗逗将李斯抬进电梯 萧根一步掩护他们 顺便打情骂笑 虽然大家都进了电梯 但他怎么也启动不了 这才发现 对面的墙上还有个手动按钮 必须有人把它按下去 但这时 无论谁出去 都会被枪林弹雨困住 最后关头 萧决定牺牲自己 他回头给了根妹一个热吻 将电梯门锁上 冲过去按下按钮 被迎面而来的子弹击中 机器推测他的生还率为零 没有一种可行的逃生方案 在第8833333种方案中 萧就是那颗牺牲自我的女王旗 而这也是唯一保全大家的方法 电梯门合上的一瞬间 枪声响起 淹没在根妹的哭喊之中 以上就是一范追踪第四季第十一集 我和大家一样 看完后心情很沉痛 作为一个重磅角色 萧的牺牲本应该用浓墨重彩 但一范这集诠释的太好 我觉得我的语言都是苍白的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这一段 请原谅我的词穷 唯一能表达的 除了卫幕还是卫幕 我只能强烈建议小伙伴们 去看一下这集原片 另外值得称到的 就是本集的叙事结构 非常出彩 有些位置于98年的经典电影 罗巴快跑 都是剧情重复闪回的模式 还让我想起去年的复联4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从这里来的灵感 感觉奇异博士在交出宝石前 脑子里的推算过程就和宝宝一样 唯一成功的可能性 就是牺牲爱你三千遍大叔 是不是有些异许同工 但时间上 一范可是早了五年多呢 虽然萧离开了 但POI的成员还要抗战到底 后续的剧情质量会一如既往 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